十年前经典话剧《暗恋桃花园》首次在内地演出 当时的观众对于导演赖胜川所选的主演何炯并不看好 甚至是质疑他的眼光 但是十年过去了 何炯用林缺席演出的完美行动赢得了与赖岛的再次合作 回忆十年的友情他们也是感慨良多 那十年前当你接下这个工作的时候 那种状态是什么 如果用快乐这个词来衡量的所谓状态 可以搜索看 今天袁老板这角色 当时就是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 2006年导演赖胜川找到了当时身为综艺主持人的何炯 请他出演《暗恋桃花园》里的袁老板一角 尽管当时赖胜川的决定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 但他却不以为然 因为他看到了何炯之上藏着的舞台能量 能够遇到这样一个老师 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十年过去了 何炯从未缺席任何一场演出 十年过去了 何炯凭借自己的演技 把袁老板这个角色诠释得深入人心 十年过去了 何炯也即将独挑大梁 出演赖胜川的新作《水中之书》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老师突然在一个下午 突然跟我说何炯拥有一个新的这个作品 但是是关于爱的 然后可能会有一点感动 现在会很深刻你有没有兴趣 我想说是不是我到年纪了 赖胜川不仅钦点何炯作为自己新作的第一男主角 更是为他量身打造了专属剧本 这个是其实是不是怎么讲的 就是这个角色呢 老师你不能犹豫啊 因为很复杂 就是说我其实是 就是说我要决定这个角色是男生还是女生 当我决定他是男生以后 何炯就是第一个 就是他不来我这个戏 我根本不想做 我当时是毫不犹豫的就接受了 只有赖胜川拒绝何炯 没有何炯拒绝赖胜川的这个理由 新闻的再见 上海独家采访不到